星期一 29 日报一些其他东西 看看高学网络会不会归于平静 原来新闻女王的路总说 开口会开逐集 大家当然很着弱 因为大家都看得挺兴奋的 可能近五年最精彩的一部剧 杂集很紧臭 没有垃圾位 谭晴雪岸这位置很合到好处 没有特别说 我有时候会看一些旧剧 完成一个高潮之后 总是会有长达一到两节的时间 讲述一些不关事的东西 又是谁混了那女孩 又去别人家的老母外母 户戒来戒去那些 那些可以全部飞了 但这套不单止你不会飞 你还要有时候看漏了一些东西 再看回听回每一句 还有我们之前也评过这部剧 很精彩的一个点 演技相当出众 还有 他没有浪费任何一秒 或者任何情节 他最后都能用回 这个是量得很精彩 玩得很精彩的了 所以导演和总监都说 之前已经是完结了 有很多人问 努力拍续集 他说也要写的 但我相信他们完结了 其实大家有不同的经验 都会去评估这部剧应该成功 可能也有一些期望会爆发到 爆红到 可能在完成了第一季 已经开始创作 但接受传媒的访问 当然就是 并想着好像想着 还要慢慢度 未度复 回导完才可以拍续集 我相信它已經 快想着 大家急不及待 还有最标志 角色就是 尽意皇中宅出现 明显自己安排owered 我想他们 канал了一些需要 有些个男徒在 第二季怎么样玩 多了一个黄宗泽进来 之前飞夜比较老 黄宗泽的年龄和man姐属于平辈级别 他的斗法又是怎样 到时可能不见了马国明 重新来一个大洗牌 看看演员的调背是怎样 听说陈山聪也有很大机会 为了逐集进来玩 当然不是假扮人仔 变成另一些人 最后相当点缀就是 轻道的陈山聪和他的宝贝雷雷 那段剧情很感人 也笑中带泪 还有哭起来也有不同的反思 这部剧很好看 看看逐集何时会上到 但也要一年半载 电视广播公司TVB 主席许淘接受内地传媒 澎湃新闻访问 新闻女王无疑是他们改革之后 一个相当重要的作品 也能拥抱捕捉到内地市场 找到很多不同的幕后团队 来做好这部剧 放弃了以前的传统TVB 他也不会讲交剧 传统TVB那些查案交剧套路 你也是知道哪些人打哪些人 他在这里埋伏的伏线 埋伏得很隐蔽 到揭晓了你先 哪集哪集好像出现过某些线索 又会逼你去重看某些集数 这些剧好 看完一集就不会说十分钟看完 聚焦那些 一路飞 你可能有三节的内容 是不关事的 在谭情说外讲讲道 只有一节是实际和剧有关 但这个就是 看完一集你要重看一次 因为资讯量很多 推翻了以前那种传统套路 是值得赞赏的 那就是说 这部剧还用了人性的选择 有时候要选择 人生不断做选择 大大小小 选对选错 选错选错 一个人怎么为止成功 就是他不断做对的决定 他便会成功 一个人失败的就是不断选错 自然就是没落 带到很大的新鲜感给观众 但是他就很肯定说 一定有逐集 不过也保留一个空间 就是创作也要随时的 所以大家都要等一等 这就是他们的报道 然后许淘也说 原来TVB近年加入了电商服务 不断很多艺人和淘宝的合作 就是俗称的带货 他说TVB有几百个艺园 就有一个灵活的优势 带动到这方面的业务 希望将来 不会再以此口号 价格作直播 而是有更多内容去推销 香港及大湾区的商品 更指今年将会给去年 投入更多资源去做电商服务 这个电商不关系 我们只是关心这部剧 实在相当之好看 包括一众配角或三四线 其实大家都做到一个气氛出来 而且这部剧已经变成了小优 很少数那些 有个场景可能有几十人在 这个是很难得的 以前的剧 因为TVB已经不拍 那个股装 那些成本已经大缩皮 现在更加就是 一个场景 一个场景 可以有几十人 是更加少之有少的 所以这部剧是很好的 其中这一方面是最欣赏的 他会不会换了马铭 换黄中宅 黄中宅就是大陆市场 其实也有个策略 黄中宅就拿了大湾区男主角 未知是否 为新闻女王续集铺路 作出一个宣传 他续集是主角 黄中宅是怎样 黄中宅比马铭更好 不少的 马铭的电影太稳赏 黄中宅会再多些东西放射到 奇想到时 会不会又走个林峰出来 串一两集 那些 吴卓熙就没有了 出了去拍电影 你已经完全 应该不会回去拍的 Mang姐继续看一下 有什么的描写给他 这个文艺心来到第二季 会是什么情况 然后没有什么 看看新闻 最重要是新闻 其实很棒 不过就已经结束了 那时候原本也想着 综合出现什么新闻 再做一个回顾 但现在的声音也是通过了 然后大家说欠李斯华一个奖项 看看可不可以 他再努力点在第二季 劇中和Mang姐再斗 然后攀奖例 看看可不可以真的拿回奖 做回正印 看看如何 因为第二季都不会被Mang姐玩完 相信 分配多些不同的东西 今集到这里先 有什么想法下面留言 继续关注我们本频道 记得按订阅支持一下